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有一個數學家 他的墓碑上刻著 他大學畢業為享年四分之一 假設這個數學家享年X歲的話 那他大學畢業的話 佔他享年的四分之一 又經過了享年的十八分之一的話 他得到博士學位 再經過十年結婚 再經過三年生殖 然後等他去世了以後 兒子三十七歲了 也就是說再經過三十七年 他就去世了 好 那麼他們說 請問下類何者正確 我們先把這位數學家的年齡 把它算出來 我覺得X等於四分之一 加上十八分之一 X 再加十年 再加三年 再加三十七年 那這樣的話呢 X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通文以後是36 四九三十六加上二嘛 三十六分之十一 那就一減掉三十六分之十一 X等於多少呢 等於 這是四十五十啦 這個加起來四十嘛 加十五十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三十六分之 三十六減十一就二十五啦 所以可以約分 兩倍 所以X等於多少呢 等於三十六乘以二 七十二歲 這個數學家想年七十二歲 好 讓我們看A選項 他就說二十歲大選一 我們看是不是 四分之一乘以七十二 不是啦 四一四 四一四 四八三十二 十八歲大學畢業 好 再來我們看A選項 A選項 A選項 二十六歲修德博士嘛 我們看是不是 就是 這個加起來就多少 是三十六分之十一 三十六分之十一 乘以多少 七十二 這是兩倍 二十二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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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畢業 所以這是天才 這兩個都不對 這樣看C C的話 他說 三十二歲結婚 那就二十二 再加多少 再過十年結婚嘛 所以三十二結婚 三十二歲結婚 這個是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 第一 他說 享年七十六歲 不對了 享年七十二歲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C 應該要選C